好,各位旗友大家好,那这盘旗是柯杰对战深圳旭,在9月6号进行的野狐人气争霸赛,柯杰直黑,深圳旭直白,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双方都是新小木,然后黑旗小飞挂,白旗拖先走了一个大飞手脚,黑旗往上一碰,这手碰也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定型 白旗一扳,黑旗反扳,白旗打完之后二路利,黑旗一段,白旗一拐,黑旗再一跳,白旗打吃 这几手都是必然的进行,一般来说黑旗会选择拆边 当然白旗上方牵了一手旗,所以说黑旗现在也可以选择双分掩 实战黑旗还是拆边,然后白旗高挂,一般来说现在面对这个高挂,都会选择脱退定式 这个局部由于黑旗左边有些配合,所以说黑旗可以选择飞出 白旗在拆边之前,可以先交换两手,然后再拆边 这样的话,黑旗围住下方的时空,白旗多了这两手旗的交换 以后对于中央,不管是围控还是发生战斗,都有一定帮助 我们来看实战,实战黑旗一肩敌夹 白旗拖先,选择点三三,然后走了一个定式 黑旗抢到一个先手,在下方飞出 当然这个地方,因为黑旗上方有一道外式,所以说黑旗也可以选择往外一跳 跟上方的这个后式相呼应 从而扩张右侧的模样 如果说白旗打完之后二路利简单定型的话 黑旗往下一招 这样的话,黑旗的配合也非常不错 当然以后脚上可能还会有一些手段 不过白旗这个时候可能会先保留这个味道 选择拖先,在其他地方定型 我们来看实战,实战黑旗飞出 然后白旗上方肩顶 白旗要是现在选择靠出也行 靠完之后再往脚上一拖 黑旗要是二路扳的话 白旗单退,黑旗长,然后白旗肩冲 简单定型 实战白旗拖先,在上方肩顶 黑旗长,白旗再一跳 然后黑旗在上方定型 白旗抢到一个先手,在下方小肩 现在白旗选择靠出也行 黑旗一扳,白旗往脚上一拖 刚才我们摆的变化图是黑旗二路扳 当然黑旗也可以选择往前顶一个再打吃 白旗一长,然后黑旗再一长 白旗一拐,黑旗顺势一提,白旗冲出 这样的话,双方就形成一个转换 白旗拿住脚空 当然黑旗左边提了一朵花 这个旗形也非常厚 白旗拐出的时候,黑旗顺势在右侧为空 也是一种选择 实战白旗小肩,黑旗小肩 这个小肩还是比较看重脚上的实地 如果说黑旗靠住的话 那白旗一扳,然后先手一虎 在旁边也有一个先手一虎 然后再往上贴完之后再一段 局部将会形成一个作战 白旗因为这个旗形还是比较有弹性 外侧也可以出头 所以说这个作战白旗也并不是很怕 实战黑旗小肩,然后白旗飞压 白旗如果说想把这个旗形走得清零一些 也可以选择往前一跳 黑旗要是逼住,白旗再想办法安定 实战白旗飞压 这个时候黑旗肯定不可能选择三路爬 三路爬的话也太过于委屈了 而且会把白旗的旗形越走越后 所以说黑旗肯定会选择冲断 白旗单长 这个时候AI有一个妙手 就是在下方一碰 黑旗要是选择搬出作战的话 白旗先手一段再往中央一飞 这手旗也是个妙手 黑旗两边都需要补旗 黑旗如果说现在右侧一顶 白旗挡住 黑旗要是在右侧打持补旗的话 白旗在下方打持 黑旗一长白旗一贴 这样的话黑旗也不行 黑旗要是现在下方一长 白旗右侧贴住 黑旗二路扳白旗反扳 黑旗也是非常麻烦 所以说Z手碰非常严厉 实战白旗选择单长 然后黑旗二路小尖连回 因为这个时候黑旗争责有力 所以说白旗暂时吃不掉这颗旗筋 当然黑旗也可以选择先压一手 然后再贴回 白旗要是夹过来 黑旗小尖 白旗在右侧拆边 因为旁边还漏着风 所以说白旗右边这块也没有完全安定 黑旗冲出 白旗在下方交换两手 这样下的话 还是白旗比较麻烦 因为白旗两边都需要安定 实战黑旗小尖连回 然后白旗尖冲 这个时候白旗往下一碰也来得及 因为黑旗 不太敢跟白旗在局部做过多的纠缠 因为一旦被白旗外侧走后之后 以后白旗上方还有一手跳夹 可能会吃住黑旗这颗旗筋 所以说当白旗碰的时候 黑旗可能只能尝出 然后白旗在上方一飞 这手飞已经起到限制黑旗右边模样发展的作用 所以说当黑旗点刺过来 想要破坏白旗旗行的时候 白旗可以选择拖先进行转换 在下方一扳 黑旗间断 白旗再往下一飞 这样形成一个转换的话 白旗也可以满意 实战白旗尖冲 黑旗还是往前一场 因为跟刚才差不多 黑旗要是选择挡住 被白旗再往前线手一跳 黑旗再挡住 白旗上方有一个跳甲 所以说黑旗要单长 跑出这颗旗筋 然后白旗往下一冲 黑旗搬住 黑旗要是现在上方封锁两颗子的话 白旗还是进行转换 这样的话白旗还是可以满意 因为黑旗左下角这一块 现在也没有完全安定 以后还是一个负担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黑旗搬住 白旗往上一拐 然后黑旗再一瞻 白旗往左边小尖 这个地方可能白旗飞出会更好一些 因为这个步调更快 黑旗往前一跳 白旗再往右侧一飞 白旗右边这个旗形也非常舒展 以后黑旗想要进攻也不太容易 而且白旗下方这一块 黑旗就算再走一手 也没有办法全部封锁 所以说白旗这样下 可以两边同时安定 实战白旗小尖 然后黑旗先手小尖 这个时候其实白旗可以考虑 弃掉右边三颗子 往旁边一靠 黑旗一搬 然后白旗先手一虎 再往上先手一点 这个都是白旗的先手权利 黑旗一团 然后白旗右侧拆边 这样的话白旗也非常不错 实战白旗选择连回 这样的话 白旗下方这个旗形就非常重了 黑旗可以选择先进攻下方这一块 往前一跳 白旗靠住 黑旗一搬 白旗飞过来 黑旗先手一尝 然后再上方一碰 这个也是旗形的要理 白旗顶住 黑旗再一沾 这样的话 白旗下方这一块 还是会被黑旗猛攻 实战黑旗非常凶狠 直接在上方靠断 白旗这个时候确实也非常难办 如果说白旗要是现在右侧打持 然后再一打 很明显白旗现在无法突围 冲出来的话 黑旗一断 白旗也不行 如果说白旗往旁边一挤 黑旗双打持 白旗一尝 黑旗先手一沾 然后再一提 白旗右边这一块 还是要被封锁 显然也不行 实战白旗在外侧打持 然后选择 继续打持 弃子 如果说白旗想要在局部 抢一个先手的话 可以现在上方一尝 然后黑旗长 白旗再往下方补旗 但是白旗这个旗形 还是有问题 黑旗上方明显有一个断点 而且现在还是黑旗阵子有利 如果说白旗小尖连回 黑旗先手一顶 然后再一扳 白旗贴住 黑旗往上一贴 还是可以切断 白旗上方两颗子 这样的话 白旗的目数也非常损 实战 白旗打持 然后贴下去 黑旗二路搬毡 白旗再一瞻 弃子的话 这个右边的目数 还是非常可观 而且白旗上方这个旗形 以后还是有些问题 就算黑旗以后 在上方点次 白旗一瞻 看上去白旗能全部联络 但是这个旗形也非常笨重 实战 黑旗往下一扳 然后白旗单长 如果说白旗靠住的话 黑旗打持 白旗再一虎 黑旗三路一立 弃掉右边这几颗子 白旗的联络还是有问题 白旗往前一跳 黑旗跳出 白旗还是连不回去 这样下的话 白旗还是容易被缠绕攻击 实战 白旗还是选择单长 黑旗往上一飞 这样的话 很明显 白旗下方牵了一手旗 黑旗有一个冲断 但是白旗要是现在补齐的话 被黑旗抢到一个先手 在上方点次 然后再往前一场 我们刚才也说过 白旗这个旗行非常笨重 就算能够跑出 黑旗可以顺势在上方唯控 白旗也不太能满意 实战 白旗先在上方点次 黑旗反次一手 然后白旗一断 黑旗 右边 小飞 白旗再一沾 黑旗往前一沾 如果说黑旗小肩的话 白旗可能就弃掉上方两颗子 先手补断 黑旗连回 然后白旗再抢到一个先手 在下方补断 这样下的话 相当于白旗两边 同时可以安定 实战 黑旗单长 然后白旗靠出 这个时候 黑旗肯定不能冲断 冲断的话 白旗一沾 这样的话 黑旗就不行了 所以说黑旗 往外跳出 白旗单长 黑旗实战选择二路拐 二路拐的话 肯定木术会好很多 但是旁边这颗子 是一个软头 以后白旗还有一些先手借用 黑旗如果沾上 木术会亏一些 但是这个旗型会更加厚实 而且紧住了白旗外侧的气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黑旗往二路一拐 然后白旗直接尖断 黑旗一冲 白旗挡住 下一手旗 黑旗降了不少胜率 AI的一选是黑旗往右边一长 然后白旗在上方先手一贴 再一贴 黑旗一扳 当白旗反扳的时候 黑旗就可以抢一个先手 在下方进攻 这样的话 白旗下方这块旗非常危险 不仅没有眼位 而且出头也比较困难 白旗要是在上方打持 黑旗反打 也可以全部防住 而且黑旗右边这块旗 联络也没有问题 首先散路有个断点 而且旁边这手打持 始终是黑旗的权利 所以说这样下的话 黑旗要比实战好很多 实战黑旗直接打持 然后白旗一虎 黑旗再一提 然后白旗往中央一飞 这样的话 白旗这个旗行就要好很多 然后黑旗再二路一扳 再一长 白旗一扇 黑旗二路一贴 黑旗还落一个后手 当然黑旗这个局部肯定是活旗 白旗要是一路立的话 黑旗沾一个先手 然后再挡住 但是白旗往外一飞 黑旗上方还要补旗 相当于白旗上方这一块 基本上已经安定 然后再抢到一先手 在下方补旗 这个跟刚才黑旗抢先 在下方进攻 那个变化图相比 也就要差很多 然后黑旗扳头 白旗反扳 黑旗再一长 白旗在中央一跳 虽然说白旗 现在可以在下方安定 但是以后中央 白旗还欠了一个间断 所以说白旗还是先补一手 当黑旗往前一跳的时候 白旗再往三路一扳 然后黑旗回到左边逼住 白旗二路飞 黑旗再往中央点次 走到这个时候 其实黑旗之前的一些优势 就不存在了 现在是双方差不多的一个局面 接下来主要就看中央这一代的定型 好 那旗友们我们稍事休息 稍后给大家带来后续的解说 好 各位旗友大家好 那我们继续回到柯杰对战深圳序 在9月6号进行的野狐人气争霸赛 现在的局势也是比较复杂 关键还是要看中央这一代的定型 我们来看实战 黑旗点次 白旗冲 黑旗反冲一手 还是要破坏白旗的旗行 白旗一扳 黑旗一拐 白旗连回 黑旗再往外冲 白旗一扳 黑旗反扳 白旗沾上 黑旗虎一个不断 下一手旗 白旗降了不少胜率 AI的一选 还是白旗往上方一贴 因为这手旗也是一个先手 黑旗要沾上 补旗 白旗再往前一长 走到这儿 黑旗中央这块旗 联络已经出现了问题 黑旗要是小尖 白旗直接冲断 黑旗打吃 白旗一站 这样的话 虽然说白旗中央大龙 没有安定 但是黑旗现在也比较危险 所以说这样下的话 白旗肯定要比实战好很多 实战白旗左边一扳 然后黑旗一虎 白旗再一扳 黑旗断打完之后再连回 但是这样下的话 就相当于把黑旗这块旗送回家了 刚才AI的一选是 黑旗往左边打吃 然后再先手一打 再往右边先手一承 破坏白旗的眼型 然后白旗还要双一个不断 黑旗再往中央一断 现在这个断点也非常严厉 实战黑旗单长 然后白旗往右边一扳 黑旗左边打吃 这样的定型 白旗大龙的眼位肯定要比刚才好一些 但是黑旗也可以从左侧打穿出来 白旗中央虎一个不断 然后黑旗单长 白旗往左边一虎 黑旗一吼 这个地方黑旗不能扳 扳的话很明显有一个断点 黑旗不行 黑旗一吼 然后白旗选择右侧一路立 但是这个时候 其实白旗下方这一块也没有做活 但是白旗要是现在补一手的话 黑旗往左边一沾 本身这个目鼠就非常可观 白旗右边一路立 然后黑旗右上方原地补活 白旗如果说现在选择 在上方二路立捞空的话 中央大龙还是会被黑旗猛攻 实战白旗直接选择一路立 然后黑旗沾上 虽然说现在如果白旗一路斑的话 黑旗局部没有活旗 但是白旗这个脚上也出现问题了 黑旗破完之后再一打 白旗要是继续破眼 黑旗一提 局部形成一个结针 这个结针对于白旗来说负担也很重 所以说也不能轻易开 实战双方各自补活 然后白旗在左边一冲 黑旗反冲一手 白旗再一冲 黑旗打吃 这两手旗的交换 白旗左边多了一些目鼠 但是很明显 白旗中央大龙出头受到了一些影响 实战白旗往中央一团 上方有一个打吃 接不归 黑旗在补齐之前 现在下方一长 白旗一冲 黑旗挡住 白旗往三路一虎 但是白旗这一块还是没有活旗 稍后我们从实战也能看出来 实战黑旗在上方一沾补齐 然后白旗左边一段 黑旗一提 白旗打吃 黑旗左边打吃 白旗一沾 黑旗直接在下方二路点破眼 黑旗也可以选择二路夹 白旗要是搬下来的话 黑旗就不要断了 因为断的话白旗还可以撑结 黑旗可以单长 然后白旗一沾 黑旗二路夹先手 白旗一沾 黑旗再连回两颗子 当白旗拐下来的时候 黑旗再往前冲破眼 白旗局部还是没有活旗 可能还是要寻求从外侧突围 实战黑旗二路一点 然后白旗挡住 黑旗二路爬 白旗往左边一冲 黑旗扳住 白旗反扳 这个时候其实黑旗 直接可以选择开截 在上方打吃 然后白旗提截 黑旗再沾上 然后白旗脚上一段 黑旗一团 白旗一沾 黑旗先手一次再提截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黑旗选择单长 白旗二路一点 这一手旗 其实黑旗也不用怕 AI的一选是 黑旗往左边肩顶 因为白旗也没有 特别严厉的手段 如果说白旗往左边一段 黑旗挡下来 白旗再一冲 黑旗一长 等白旗沾上的时候 右侧还有一个断点 白旗也是非常难办 实战黑旗选择 在上方贴住 白旗二路脱回 黑旗左边挡下来 AI的一选是 黑旗从右边一挡 这手旗可能比实战更加严厉 因为很明显 现在黑旗有一个一路度过 白旗要是交换两手 阻读的话 黑旗就往前一冲破眼 白旗要是破坏黑旗的眼型 选择挖瞻 黑旗还可以从左边拐回 实战 黑旗从左边挡下来 然后白旗先手一虎 不断 黑旗一瞻 白旗左边一贴 实战 黑旗从上方断打 AI的选择是在下方打持 可能这样下 对于黑旗下方这块旗 联络有一些帮助 实战 黑旗断打 白旗一提 然后黑旗再一断 白旗一挖 黑旗提截 白旗上方一冲 这个时候 AI认为 这一手旗并不是绝对的接材 黑旗完全可以选择转换 在下方打持 如果说白旗沾上 黑旗直接提掉中央五颗子 白旗下方冲吃 然后黑旗一路里 这样的话 黑旗左边有一个扳头 下方还可以一路度过 这样形成转换 肯定是黑旗满意 实战 黑旗还是选择跟着硬 挡住 然后白旗提截 黑旗下方打持 白旗沾上 黑旗再提截 白旗右边先手一拐 黑旗挡住 白旗再提截 黑旗下方一路里 白旗打持 黑旗再提截 白旗右侧二路一靠 这个地方白旗如果说先往三路一侯也行 黑旗如果消洁的话 白旗二路小间 这样的话还是会形成一个转换 最终还是要拼关子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白旗选择二路一靠 这个时候AI的一选 是让黑旗直接提掉五颗子 还是进行转换 跟刚才也差不多 实战黑旗还是选择跟着硬 冲一手 然后白旗提截 黑旗在下方一战 这一手旗又是降了一些胜率 AI的一选是黑旗往左边一长 然后继续跟白旗拼这个截 然后白旗往中央找截彩 比方说这一手冲 如果说黑旗不走的话 白旗往下方一挤 黑旗一粘白旗一断 黑旗断打完之后白旗一粘 当黑旗右侧打吃的时候 白旗再一打就形成一个倒扑 实战黑旗单粘 这个时候其实白旗消节 就已经可以满意了 黑旗要是打吃白旗一提 黑旗冲完之后白旗一粘 黑旗再一提 白旗在右侧先手一尝再提截 黑旗一路度过 然后简单收关 实战白旗选择二路斑 黑旗提截 白旗右边一长 黑旗冲 白旗再提截 黑旗往下方一冲破眼 这个时候白旗选择提掉 直接进行转换 黑旗再一冲 这个旗其实正常收关的话 还是一个非常细微的关子旗 比方说白旗往上方二路斑 黑旗在脚上还有一些先手交换 然后左边挡住 白旗把左边这个缺口补牢 黑旗尖刺 白旗再一站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白旗选择在下方先手一站 黑旗补断 其实这个时候白旗也可以先在中央一挤 黑旗打持 关键是白旗要把左边这个缺口补牢 这样下的话不仅是守住左边这个目鼠 而且还紧住了黑旗的气 以后如果说黑旗先抢到上方二路立的大关子 白旗再下方一提 这个时候黑旗左边四颗子 还不能沾 这样的话白旗先手打持 一路小间也是先手 局部就要出棋了 所以说 当白旗提的时候 黑旗只能选择断打 白旗先手一扑 黑旗再一提 这样的话白旗先手吃掉 黑旗左边四颗子 收获也非常大 这个地方交换肯定是白旗满意 实战白旗突然选择 在上方二路一点 这手棋如果说局部出不了棋的话 白旗肯定会损失非常多的目鼠 黑旗挡下来 白旗要是现在选择二路夹 黑旗往前一冲 关键是白旗往旁边一顶 这手棋也不是一个先手 黑旗可以选择一路断足度 白旗断吃这几颗子 黑旗往脚上一搬 这个转换白旗也不便宜 实战白旗二路点次 黑旗一瞻 然后白旗在下方一路搬 但是这手棋也不是一个先手 AI的一选是 黑旗往上方一冲 白旗一挤 黑旗一瞻 白旗再一瞻 黑旗左边断吃 白旗右边也出不了旗 二路断的话 黑旗往二路一虎 白旗一长 然后黑旗挡住 什么旗都没有 实战黑旗还是选择补一手 然后白旗往脚上一跳 黑旗再一冲 现在右边也出不了旗 比方说白旗一冲 黑旗一断 白旗打吃 黑旗一瞻 白旗在一挤 黑旗再往前一冲 白旗断打 黑旗反打一手 再一尝 也出不了旗 实战白旗往二路一夹 黑旗往前一冲 走到这儿 白旗就认输了 如果说继续走下去的话 白旗一瞻 黑旗一路搬 白旗小尖 黑旗一瞻 白旗吃掉左边这四颗子 黑旗一团 白旗一路打吃 黑旗一瞻 白旗再一瞻 双方 目数的差距还是比较大 所以说这盘旗也是相当的精彩 希望旗友们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